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电名鲜明显眼之余又极具救世岗位 这套字出自香港知名写字师傅李汉之手 曾经一度 李汉书写的招牌涵盖石子 衣馆 金铺等各行各业 遍布新铺港 九龙城 深水部等各地平民区 这种字体也因其特有的构造与巧思 成为招牌铺子经久不衰的保留样式 和几代港人的集体记忆 因为我们以前做的字很多时候都是用胶片来做的 是一个一个实体的字来的 它是一些散开的部件来的 但如果是李汉书写的的话 因为书法有点好就是它的笔画比较自由 它们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去连笔 就是我们的牵丝 或者一些笔画的长短的遷就 那么它尽量将每一个字就连成一体 头发的发质 那个由上的三片 那么就可以运用一个很灵活的连笔 它将其他的部件连在一起 那么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部分 那么就不会这些笔画分开 我们安装的时候很方便 也都不会漏了一些部件在街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 李汉自觉身体不济 返乡前曾提笔书写了五千个字 赠予好友李威 是他此后有字可用 1996年李建明大学毕业后 从父亲手中接过招牌生意 看着前辈留下的一罗字帖 他虽有心将其永久保存 但奈何当时电子科技并不发达 直到十年之后 李建明才开始他的自体修复计划 他将李汉的手稿 用电脑逐一扫描勾画 录入系统 声称字体 但很快 问题就出现了 字是逐个逐个逐个来制作的 但是我们运用字的时候 其实是一早早去用的 毕竟李汉先生写字的时期 都有些不同 比如说这个字和这个字 是隔一两年之间写的 他写字的风格会有差异 可能他那时的状态不同 可能他落北的时候粗幼也有不同 所以我都要把那些字统一 实际上他可以用的字 可能不足二千个 但是制作一个字体 可能需要有七千个中文字 那就是说那大部分的字 其实是由那小部分的字 再演变出来 甚至是 砌部手左右或者上下砌 再不可以直接是要用笔画来砌出来 两年造字 两年校对 虽科技日益发达 但基础性的工作仍无法逃避人工 这一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恒心与毅力 2020年 这一电子字体正式面试 李建明将其命名为李汉港凯 取自你看港街的卸音 时宜是意 如今的香港繁华依旧 街头广告牌林立 霓虹闪烁 其中仍不乏老师手写招牌的影子 作为店铺的第二代传人 李建明见证了香港招牌的发展 也直言 科技让行业有更多选择 大概80年代左右 在爸爸的店铺帮忙 到现在可能都 小孩开始了 都有30年 那种招牌和现在的确是不同 但是不同在什么呢 那时候做招牌可以选择的方式 是少的 现在很多 比如说以前没有的 LED灯 电脑 噴滑 现在的人 你想去做一个设计出来的话 那个方式是多了的 疫情下 香港商铺开业量下滑 招牌生意一受影响 但李建明顺势而为 联合店员开启网店 用李汉港凯制作钥匙扣 冰箱贴等文创产品在网络售卖 谋生之余 推广传统文化 也使得旧食岗位在年轻化市场中 再度货色生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